在做客人的時候就是要把客人彌補他缺的地方 而是把他變得更美 而不是說把他變另外一個人 所以盡量讓客人像他原本的他 但是更加完整更加美麗這樣子 我出生在象牙海岸 大概在六歲的時候到了布吉納法索 大概九歲的時候有到台灣 不到一年的時間又到了泰國念了兩年的書 之後又回到了非洲的布吉納法索 他的那邊的母語是英文 大概十五十六歲的時候又回到台灣 然後現在定居在這裡 真的要就是證明我自己的實力 其實在每一個國家我都有去拼的一個技能 才發現到原來美法這一塊也是我蠻喜歡的一個部分 所以就想挑戰看看 當完選手之後很順利的拿到國手的資格 代表台灣出國去巴西比賽 這個時段開始慢慢的去突破 看一下美法這個行業到底有多少的管道可以做學習 如果比賽總共分為八題 分四天比賽 我那時候八個題目有五個有稍微做更正 所以當時是蠻緊張的 我們的工具是會被封鎖起來的 然後比賽的場地會新發一組產品 在那短短的幾秒鐘重新適應你一些新的產品 我自己的一個指導老師 他在那段時間一直不斷鼓勵我跟我講說 不只有你更改的題目 而是整個場地整個每個選手 不管哪個國家的選手都一樣跟我一樣 是有這樣的問題 之後呢我就是不緊張 然後當作一個表演好像大家在看我做表演一樣 反而過得比較順暢順利這樣子 我們今天的髮型是新娘向下的髮型 那我最大的重點呢會擺在偏側邊的部分 像我們女生一定是有圓潤跟S的曲線去完成作品 我們這模特兒它後面的頭髮呢 是比較塌比較扁的 那我們一樣會拉一些小的線條 讓它看起來比較圓潤一點 那在飾品這邊我設計的感覺是 讓它露銀露線從裡面然後延伸出來的感覺 看起來會比較浪漫一點 那相對的這邊會留一些小鬚鬚 讓它看起來不要那麼死板 甚至不要全部把它往後看起來很太乾淨了 因為這個髮型的話它是比較屬於簡單 比較一般我們在教學生的第一個髮型 讓學生可以快速進入到新娘秘書 他整個會用到的一些可能材料 甚至一些盤髮的部分 我是同一屆出去比賽的 我有看過他幫人家染燙頭髮到凌晨兩三點這樣 或是說一下班一到家休息吃個晚餐之後 就馬上再站到十二點這樣 就不怕苦吧 老師一直說我的臉型是最完整的 最好看的 但是同學我覺得這有點偏黑 那這樣子叫我採葉蛋好了 比較更好笑的是和馬姐姐 對 我們這邊是不是耳朵 耳後這邊有分兩抽起來 不要綁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我們這邊 一鼓氣把它綁起來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會比較碰 所以我們分起來綁 我很樂於就是把它引進來學校做教學 我覺得它雖然年輕 可是它的這個生活歷練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覺得老師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老師可能因為教職 沒有辦法長時間去外面 那透過他的眼睛 我們看到泰國的眉髮 看到象牙海岸的眉髮 我真的覺得是太棒了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跟他合作 而且他非常的開朗 而且我覺得他很棒的是 他對教育很有熱忱 剛開始看到他的時候覺得 他感覺滿兇的 會覺得他在語言上面 可能沒有辦法溝通 在想法上面可能也會有一些不一樣 自從給他培養這些技術之後 覺得他是很有親和力的人 在我們覺得很挫折的時候 沒辦法把作品做出來的時候 他會給我們鼓勵 然後會跟我們說 就是不要怕選手100招 然後我們就可以練100次 就一定可以打敗選手 只要想自己是做得最好的 就一定沒問題 我覺得新二代很多比較自動 所以像我覺得弟弟老師也是一個 自己比較自動的 就這種人格特質啊 所以如果能夠給他們多一點協助 我覺得新出名的孩子也都很棒 他該做的事情上 他會任命去做 不會就是半徒而廢這樣 就對自己的人真的很負責 然後很努力在他自己的領域上面這樣 想要為這個領域 在台灣發光發熱這樣 就是早點退休 然後養好自己的家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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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